黏福 黏福的人 虽然很多 黏福究竟有什麼好處 知道的人並不多 你如果真的知道 你會打拼再黏 真的再黏 為什麼黏福還不認真呢 就是還不清楚 要有懷疑 這只知道黏福不錯 黏福真好 不知道好在哪裡一個 好處在哪裡也不知道 聽說黏福還在翁姓 但是現在的好處不知道 有很多人說 現在沒有什麼好處 那就是等到翁姓 才有好處 我現在不會黏 我們在翁姓那時候再來黏 所以 我們一定要讓人知道 黏福對我們感情的好處 公正在哪裡 在哪裡一念 他這個會發心 現在就快來黏 不用等到 在四月的時候才要黏 在四月的時候黏 那時候黏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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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快黏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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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快黏得黏得黏得 所以我們黏福 當福氣 當福氣 當福氣什麼意思呢 當福氣的目的就是 大家有一心不亂 這明度經講的 大家有一心不亂 要做什麼呢 將來念中的時候 那時候 心不顛倒 乙不貪亂 心無彼庫 自在翁姓 你如果等一個福氣 黏到一心不亂呢 你念中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自在翁姓 這就是 平常是這樣 這件事呢 都可以做好事 不用等到念中呢 這個手忙腳亂 等到念中呢 那時候 神志顛倒 要黏也沒辦法黏 人家坐黏也聽不懂 甚至人家坐黏呢 氣煩鬧 還跟人家關照 這也看到很多了 念中的時候 入中現前 做不了主 所以平常 我已經準備這件事了 不好等到念中